已经第35天了 那么红中秋的姐姐洪慈悠呢 她原本在高雄上班 事发这一个多月来 公司主管同事全部力挺 让她无限期休假 但她迟早要回到工作岗位上 不过父母亲非常担心 一个女孩家在高雄呢 又卷入这个案子 会不会有安全上的问题 因此呢 今天下我们看到了 由这个牌长邮聚陪同她 开车一路护送到高雄 这个邮聚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负责 她紧紧跟着洪慈悠 手上提着两大包东西 仔细一看 她后面还背着一只 红姐姐养的猫咪 非常周到 中午11点多 排长邮聚走出红家 接着红慈悠也提着包包 要出门 因为一个多月没上班 要南下高雄收拾东西 回去住的地方太久没回去 会去跟老板讲些什么事吗 你会不会直接搬回来 不会不会 排长邮聚开车 一路送红姐姐到高雄 先到阿姨家住处收拾东西 接着到公司申请留职停薪 到公司楼下 洪慈悠一开车门 油排长立刻贴心叮咛 确定一切没问题 才放心让他下车 洪慈悠说感谢公司主管 同事力挺 但爸妈担心他 资深在高雄上班 会有安全问题 暂时留职停薪 他是觉得因为我一个人在高雄 他们比较担心我的安危 对 所以就是会希望说 就是看能不能在台中 他们比较能够 究竟可以看得到比较安心 他留职停薪多久啊 没有 大概就等到 家里状况比较稳定 洪姐姐受访时 看不到油排长的身影 原来一出电梯门 油排长早就往反方向 躲开镜头 洪慈拥进公司时 也不忘招手叫他赶快过来 在公司整理出两大包物品 通通是油排长提着 一转身后面 还帮洪慈拥背了一只猫咪 他叫阿咪 你已经讲他多久了 他一岁多 所以就很想他 他会害怕 在洪家出公差 油排长就向护花使者 开车护送提大包小包 又背着猫咪 照顾洪慈拥细迷遗 排长这是会帮忙到什么时候 他不知道 一个多月的相处 油排长跟洪慈拥 只要一个眼神跟手势 就能沟通 早就培养出绝佳母气 转型台中高雄综合报道